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是推理能力还是心思缜密 我哪一点都不比他差 你干吗一定要在我面前跟光耀哥比啊 我没比明明是你担心我 多亏光耀哥还你清白 你就一点不想知道 我为什么不怕他冤枉我吗 刺客的钱包我早就搜过了 不是只有你的光耀哥哥才那么细心 我必须要告诉你 无论是推理能力还是心思缜密 我哪一点都不比他差 你笑什么 为什么必须要让我知道 你干吗一定要在我面前跟光耀哥比啊 我没比明明是你担心我 我担心你什么呀想多了 你不应该担心我吗 如果我出事了谁还替你办事啊 也不知道谁想多了 你怎么这么无赖啊 那你还替无赖包扎 我走了 叶深了 我送你吧 你这两天走辈子 别又让人给绑了 我走辈子也是从认识你开始的好不好 好 认识我 你才不会走辈子 徐伯父要是知道 你把搞垮谭玄林的大好机会 白白给浪费了 他肯定会找你算账的 算就算吧 反正这种栽赃无限的事 我做不来 知道不端 你却偏要做个证人君子 不是替你不值啊 没有什么值不值 只有该不该 司令 门口有位姓廖的先生求见 不见 说我不在 廖先生说十年前 他是您父亲的罪军医生 兄弟 出什么事情了 快 司令和大公子 在前方山谷遇上了麻斐 快去支援 徐伦 徐伦 Seit 你ещ的伙伙说 快去遇见了 不幸 快去遇见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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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父亲生前军功显赫 可这最后一场败仗 把他一辈子的名声都打进去了 廖叔 其实 其实我想问你 当年那场仗的惨状你也看到了 你心里有没有一点怀疑呢 其实我一直怀疑 你父亲遇上的不是马飞 你也觉得他们不是马飞 马飞只为劫财 一般不会斩尽杀绝 可当时他们炸毁山石 封住山谷 你父亲 你大哥 还有所有的部下全部阵亡 我实在是想不出 什么样的马飞能有这样的战斗力 这十年 我转战南北 可是再也没有听到 这伙伴们的消息 如果他们真的是马飞 不可能盖一票的金盆洗手了呀 可惜 当年没有一个幸存者 我每次梦见我父亲 我都想跟他问问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惜梦就醒了 这是当年 从你附近伤口上取下的弹头 这些年我一直留着 也许 你能用得上 这弹头从哪儿来的 真的是老司令身上的 老傅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那廖医生 我记得 老司令身边的军医 思思文文的 一看就是个文化人 我遇见他吗 这是他给我的 这么多年了他还留着 他也怀疑 杀死我爹的 可能不是马飞 我就知道 老司令绝对不可能输给一伙马飞 可是 跟着老司令的兄弟都不在了 没人知道山谷里发生了什么 你想进去 你想建商会民团 对 我的兵啊 都是打过仗的老兵了 所以维护治安自然不在话下 现在这工布局 只有巡警和宪兵 这华人之间的纠纷 他们不变出面 如果我们成立这个商会民团 或许就方便学院 我想是 是你想弄一只不守任何人摆不得武装吧 真是英雄所见掠头 来 给我吧 谢谢啊 怎么了 找我有什么事 没事 就问问你伤口怎么样了 没事 就问问你伤口怎么样了 没事 小伤 已经快好了 你今天不太高兴 有吗 你是不是在想安置谭家军的事情啊 庆功宴上 你说你不太高兴 一年前会做好 听说都军府一直在催你 你要是有困难 要不我去劝劝我爸爸 把他们安置在牧家产业里 我不是来替光耀哥催你的 我是真的想帮你的忙 毕竟我们牧家产业的工资最高啊 这事 你可能帮不上我 放心吧 我这么唯利是图的人啊 需要你的时候 一定会找你帮忙的 不会客气 去吧 好 走吧 司令 陆小姐 陆小姐 跟徐都班吃饭 你还要盯着啊 你是不知道 飞原顿这个老色鬼 徐光耀对付不了 飞董 陆小姐确实酒量钱 还是我来和你喝吧 哦 徐小说钱嘛 那如果这酒是我去陆小姐喝呢 那吃饭吃 我敬她一杯 她会敬我一杯 那到你这里可就不合适啊 那 费董先生 打算怎么喝呢 六 这我很喜欢六 六十个好数字 那这样吧 他喝一杯 你替他喝 又被如何